从0403的主阵之后 余震已经超过1000起了 这来说余震的数量会越来越少的 而且规模应该也会变弱 可是今天凌晨接连发生 两起规模6以上的地震 目前研判主阵后的余震活动 是硬力调整 也从主阵的北端康石往南边移动 在这样子的过程中 余震有可能会持续半年到一年 但不止在花莲 人口稠密的台北也很有感 分析是因为盆地地形 地震颇会有放大效应 倾斜的天王新大楼 才刚拆除完毕 0403强震时隔20天 23号凌晨接连发生 两起规模6以上的地震 地震预报中心认为 这都是属于7.2强震后的余震 最早在这个地震的北边 完全都被卡住 所以就是一个地震空白弹 它从2022年一直到 2024年的4月2号 都没有在动 所以等于是能量 能量就戏剧在那里卡住了 都卡住了 所以那个震前的空白带 就是震后余震的密细带 也就是气象署说的 北方屏障减弱 所谓的硬力转移 其实就是当主要的断层 在滑动了以后 它对周边的这些地层 产生的这些压迫以及调整 这时候在沿层跟沿层中间的 这些其他的断层系统 很可能它上面累积硬力就会突然从原本 大概这么高 然后稍微跳高了一点点 那这个往上加的这个硬力呢 就会导致它原本上面应该要发生地震的周期 稍微的变短 虽然判断是余震 但发生的位置略有不同 并不是在北部 推测是0403花莲地震主震发生后 产生硬力转移作用而触发 观察先前大部分的余震 事先集中在北边做能量释放 后续因为硬力调整就调到南边 也在这个阶段会有地震突然增加的情况 加上主震是规模7.2 能量不会短期就释放完 今天这个硬力它可能转移到个小段层 但当小段层破裂的话 可能会触发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大的段层 那这时候它就会形成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地震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这种硬力转移产生地震 我们其实是相对来讲比较难以去预测 它可能将来会变成一个大的地震 或者是小的地震 但传统上面来讲 绝大多数因为硬力转移而产生地震 基本上都是比主震规模要来的小的地震 只是余震超过千起数量惊人 而且0423规模6.3地震之后 截至到中午12点前的统计 接连又发生135起余震 花莲震不停 民众彻夜难眠 北部民众也同样很担忧 台北市或是说台北地区的话 那其实这种情况 其实一直以来是我们比较担心的部分 那因为台北是一个盆地 那它其实是建立在一个 相对来说是比较松软的一个土壇上面 那它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说 以地震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地震波不管是从哪个方向来 不管是从底下来 还是说从南边或是东边来 它都有可能在所谓的这个盆地上面 造成一个所谓的放大的效应 中央大学应用地质研究所 李希提教授特别提醒 台北要注意到一旦发生海沟巨型地震 可能摇到三分钟 因为低平坡会让盆地的软弱土层起很大的反应 也会使得十层以上的大楼扩大水平震动的幅度 不过通常这个在台湾发生的几率较低 当前要先密切掌握雨震的深度 还有震阳位置 1921地震的经验来看 未来可能半年到一年内 都有雨震发生的几率 虽然照往例来说 雨震会逐渐减少 但不能完全排除 不会有较大规模发生 地震难防 谁也说不准 只能先做好防震阴影 特别新闻 张志明周游轩台北报道 凌晨的雨震又让花莲造成了不少灾情 花莲中山路的富凯大饭店 直接往马路倾斜 约12度 就怕大楼随时垮下来 波及周边商家跟民宅 县府计划今天开始两周内 要拆除完毕 23号凌晨2点26分 连续发生两起瑞士规模 达到6以上的地震 而且后续的余震还不断发生 就连手机的国家级警报 也来不及响起 跟我们住在同一个饭店的外国民众 他们就说 这样的情况真的让他们 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其实不仅他们全花莲县的民众 也都是没有办法好好睡 所以县政府活速决定 全县停班停课 花莲23号凌晨正不停 大小余震不断 统帅大楼顶不住三楼直接变一楼 花莲中山路的富凯大饭店 同样在余震后软脚倾斜 幸好停业整修中 没有住户人员伤亡 但就怕大楼随时垮下来 波及周边商家和民宅 水果摊老板满事无奈 租下富凯大饭店一楼店面 卖水果超过30年 但地震来得太突然 身材工具都在里面 短期内无法做生意 损失惨重 在这边的水果店30几年了 在这个市场40几年了 现在没有办法营业 果汁店大概保守 算得到就差不多50万损失了 水果摊也没办法营业 损失蛮重的 没有明目可以去申请 因为我也不是房东 也不是什么 营业损失怎么办 富凯饭店1980年新建 屋龄超过40年 为地上10层 地下一层的建筑物 历经多次改建 撑过上回强震 但这次地震 大楼直接往马路倾斜 约12度 建筑师认为 饭店在0403大地震后 虽然没有被贴上红黄单 但对建物已经造成损伤 导致抗震能力逐渐下降 0403的地震的规模 比这次的规模还要强 比较大 那因为这次的地震 它属于比较浅诚的地震 也就是在陆地上 那虽然它的光比较小 但它的强度还是蛮大的 那我个人研判 当然这部分没有经过 专家的去现场检测 我个人研判 它可能是在0403 已经有受到某种程度的内伤 导致它的抗震的能力 或是一些耐震的一些强度有减损 那在这次的0423的地震 造成它的软角破坏 0403强震过后 花莲红黄单建物累积超过百建 专家建议 强震后民众可以先帮助家提建 看大楼外观是否有肉眼可见的异常倾斜 墙壁梁柱有没有损坏 若出现严重裂缝 甚至钢筋外露 就必须请专业的结构技师 进一步检查 民众可以自己勘察一下 自己的建筑的主要结构 包括柱子梁 或是简历墙 外墙的部分 有没有一些破损破裂 甚至只要是轻微的破裂 可能都是有些内伤的状况的产生 那后面可能会因为地震的规模 而导致它的裂缝加大 和破坏加剧 花莲现在许多灾民 不只没了家园 工作也受影响 受灾户与弱势家庭 都面临生进问题 更重创当地观光产业 民宿业者表示 近期花莲地震频传 不但国外旅客被吓到 国旅游客也望值却步 这个遗震 跟一般的遗震 频率太高了 就是说对我而言 是好像有点不寻常 现在很重创 尤其是观光产业这部分 我不知道要多久 我们家里会比较辛苦 就是经济状况的问题 我们都是急需要钱 工作可以 但是一个月我才拿到钱 这个一个月以内 那个没有收入 因为毕竟 我还有两个家庭要养 强震重创花莲观光 老百姓被迫失业 经济顿失依靠 只盼政府伸出援手 给予补助 加强资金纾困 将地震冲击降到最低 TVBS新闻 正正为谢一轮 黄冠伟的燕轩花莲 财方报道 这两天的余震不断 也再度点出 围老建筑的问题 尤其在双北地区 围老建筑的比例非常高 台北市超过25年以上的老房子 高达71万栋 占全台的比例最高 专家分析一旦地震强度大 引发土壤液化 以及台北有盆地效应 围老建筑根本难以抵抗 一阵天摇地动 天花板的吊灯摇摇晃晃 家具也跟着晃 两天来 余震正不停 不仅人被咬到头晕 老旧房屋耐得住吗 在强震之后 超过30年以上的房屋建筑物 都要来做住宅的建检 包含像是在这个楼梯间的墙面 可以检查看看 有没有像这样子的裂缝 以及自己的住宅主建物里面 有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裂缝 一旦有发现的话 就要请专家寄师来做检查 去找柱子梁露出来的 去看有没有受损 新增的45度的裂缝 去看你的大楼的四周 看有没有新增的45度的地震斜裂缝 做好房屋建检 是目前这些老旧建筑 能做的预防措施 在921前建造的建案老公寓 因为当时的法规 根本没有要求做地震力的考量 安全系数不足之外 再加上经过30年40年以上 混凝土恐怕出现粉化 以及棋楼设计 顶楼加盖等等状况 柱子基础都可能变得很脆弱 早期的结构设计的 地震力比较低 比较不足 那第二就是说 早期的施工品质的观念 不管板钢间的观念 他认为说不好绑的地方 他就不想绑 混凝土的胶质也是一样 他们认为说我水一加 哇 一直流 就很好就做到 水一加 混凝土跟石头力量就分离了 以后的强度就有问题 再加上早期的结构设计 可能还没有好的一个 3D的分析程式 围绕布置结构安全不够坚固 一旦面临震度大 或是摇晃时间比较久 都会让房屋无法耐住 地震强度而倒塌 隐藏危机最严重的是这一点 盆地效应 那地震来传到双北的时候 它会放大 那另外一个就是 地震够大的时候 会引发土壤异化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栋它可能就是 会是倒塌的 当然讲到新建建筑 它有考虑到土壤异化的问题 所以它可能会用 比如打击桩 或者是土壤改良 或者是连续壁的方式 去把它强化 引发的土壤异化 都可能让房屋受损更严重 尤其在建筑工法上 若没有做特殊设计 或是地基打得更稳固 只要发生土壤异化 房屋倒塌的几率 大大提高 像这个建筑 它是一个大L的建筑 当地人来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这样扭转 这几根吃的力量比较小 可是这个吃力特别大 一逆几周它断掉 可以看到 它的甩的效应就会出来 25年以上 屋岭就属于老旧 为老建筑 以双北占最大宗 台北市25年以上的住宅 就有高达71万栋 占79.2% 新北市110万栋 占比67.2% 根据最新统计 双北确认的红丹建筑 分别是台北两建 新北四建 黄丹台北十三建 新北七建 而台北市累计核准 920件为老建案 其中有96件 为老失效案件 集中在中山区 中正区和大同区 推动上南上加南 在无法做筹建状况下 只能做结构补强 台北的这些围老宅 它其实即使没有贴黄黄丹 它已经有内伤了 你可以靠阶段性补强 避免发生说 像今天这个统帅 或是这个饭店 倒塌的状况 A方案就是做落成的补强 B方案就是比较补强到 接近全洞 这个就是强度可以到八成 那第C方案就是 针对一般的透天处的房子 花点的补强案例显示 这些有补简历墙的 或是有做阶段性补强 在这次大阵的表现效果都良好 在老屋的室内装潢 透过结构技师的勘验 招出家中较脆弱的梁柱中 可以利用简历墙 增设梁柱架构等等 来提高防务耐震度 尤其结构补强得从最低层做起 才有效果 老屋翻新的话 我们一般去的话 都会直接先看结构 室内设计师不太会去动 这些结构 比如说是柱体 或是梁柱 甚至一些老旧屋 它是用载重墙 来做整个改变它的位置的 我们可以 比如说在某一些地方 再加一些黑纲 立柱这些金属的结构支撑 地震难以预测 党务之急 是得加快推动围老重建 以及协助房屋结构补强 否则围老建筑 就是双北的不定时炸弹 TVV新闻 于心海楼军台北 采访不斗 这次花莲的密集渔震 外国媒体高度关注 尤其距离月初的7.2强震 过了20天 但渔震还有两起 达到规模6雨上 CN除了关心台湾的地震 也提醒云雨带移入 紧直日要提防大雨灾起 凌晨2点多 监视器拍下地震时 引发的声响 花莲周二密集群震 外国媒体高度关心 不敢相信 月初7.2强震后 台湾至今人余震不断 而且规模都很惊人 半岛电视台同样以台湾余震不断经历 难免夜晚形容 美联社则是提及这是月初 13死地震后又发生的一连串余震 纽约时报更以图片说明 花莲大量余震中还有两起达到规模6以上 曾经发生 7.2级强烈地震的台湾花莲凌晨发生多次地震 香港的TVB新闻一早也插播花莲预震的消息 播出统帅大楼和富凯饭店请写画面 央视驻台湾记者也是在半夜惊醒描述摇晃感受 我们在台北也是震感非常强烈 在睡梦当中是被地震所摇醒 甚至能够听到有明显的楼房响动的声音 地震发生时杭州市震感明显 不少居民赶到家里摇了起来 还有浙江杭州温州的民众也同步感受到地震摇晃 日本NHK报道 这次台湾地震虽然没有海啸一律 但冲绳本岛公古岛八重山地区可能出现轻微海面变动 其他日媒报道的下方也能看到有大量日本网友涌入关心留言 再次提及过去台湾在东日本大地震时大力支援 现在是报恩的时候 另一篇也认为台湾总是在日本受灾时立刻援助 喊话大家一定要尽力协助台湾 除了地震本身 CNN气象主播还提醒台湾要小心大雨灾情 警告云云带移入台湾 但梅雨季提前到来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能上看250毫米 事实上花莲这礼拜已受到豪雨影响爆发土石流 台铁和人到崇德间的铁轨一度遭土石掩埋 就怕密集群震后山区地形更加脆弱 民众务必提高警觉 上次主镇梅岛的大楼这次再也经不住摇晃 花莲罕见单日上百次余震与建物相关的耐震度话题 再度浮上台面 昨天晚上其实断断续续都会有地震 那不晓得说会不会有下一个更大的地震 其实会有点担心 因为这花莲好像感觉建筑物比较容易会倒塌 所以在双北就觉得比较不用那么担心 没人知道动辄30到40年的老屋 还能撑过几次的大地震 其实日本也面临相同的难题 很早就开始宣导做老屋见解 除了制作精美动画 也有影片介绍如何用低成本建筑工法 加强老屋的耐震度 但重点还是要请专家彻底检查出建筑的弱点 提前做好防范才能有效减低不必要的灾情发生 点新闻 综合报道 再来看中国大陆南部连日遭到暴雨袭击 广东地区成为重灾区 根据官方初步的统计 强降雨已经造成了至少4人死亡 14人失联 当局更撤离超过13万人 而且部分地区的洪水到现在都还没有消退 但其实不止大陆遭遇洪患 中东地区同样降下滂陀大雨 夹杂土石泥沙的浑浊洪水 倒灌进广东 明灾街道 一辆白色胶车就这样被强劲水流 直接冲向低洼处 一旁受灾住户看到这个景象 真的很无奈又无助 中国大陆南方连日暴雨成灾 广东成为重灾区 根据官方初步统计 从16号开始遭遇强降雨袭击 截至23号中午已经酿成至少4人死亡 14人失联 全省撤离超过13万人 通过画面可以看到 在我身旁的这个房屋 其实很多都已经被淹了 从周边的建筑物可以看出 目前这里的水位 大概是在一楼到二楼之间的高度 也就是三米四米左右 这样的这个样子 根据大陆媒体报道 广东除了至少36栋房屋倒塌 48栋严重受损 当地直接经济损失 超过1.4亿人民币之外 好众多桥梁硬生生断成好几节 导致许多村庄惨伦孤岛 从救援人员在直升机上拍到的视频 可以看到 村里的公路房屋 大部分被河水浸泡 洪水还是比较大 然后村庄周围都是被那个洪水包围 外面的人也进不去 里面也出不来 也没有信号 从空拍画面俯瞰 广东重灾区 包括韶关 清远 赵庆 江门等城市 几乎一半城区都泡在水里 多地四月降雨量 甚至已经打破历史记录 预计的今天在广东南部 福建南部 台湾到西部 依然是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的 在往广东以南走 香港同样降下 庞陀大雨 在九龙塘 部分路面轻微水浸 今早早的大罩雨 为多处地区 带来超过四十毫米的雨量 西共同北区 更加超过七十毫米 天文台在早早八点半 发出黄色暴雨警告 Sweeping floods are threatening towns and cities from the Pacific Ocean to the Middle East Thousands of miles west in Iran Children cling onto fallen trees desperately waiting for help 除了伊朗之外 巴基斯坦 阿富汗和杜拜 上周末 通通遭遇大雨侵袭 人在杜拜的CNN主播 难以置信 竟然在沙漠里 需要穿雨靴 这场突如其来的豪雨 更淹没了杜拜国际机场 停机坪跑道 变成一片汪洋 让机场陷入 无法起降的窘境 数以千计的航班 被迫取消 杜拜的雨势 不止相当罕见 甚至在短短12小时内 就降下一整年份的雨量 导致多出大烟水 车辆全泡汤 还有小猫拼了命 抓住车辆门把 等待有人来救它 气候变迁不止加剧热浪 野火和洪水等极端气候 也带来庞大代价 根据自然期刊的 全面研究报告 到2050年前 全球平均收入将因 气候变迁减少19% 相当于减少38兆美元 期刊作家警告 即使各国政府 现在正在加强应对气候变迁 也无法避免短期财务痛苦 如果一切照旧的话 预测到2100年 全球平均收入将损失超过60%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